文化 由一個路程 我會習慣一次辦兩三件事 那我可能就是活動參加完 我要回城路上 就請司機幫我載我去跑這幾個點 一次這樣子,一次合成,一次跑完 那這個是計程車最大的優勢機動性高 因為其實我爸爸自從這樣 所以他其實也很少休閒 而且去美術館 富康巴士一般也是不會幫我們接送 但是這種愛接送的計程車 它就可以依我們的家屬 然後我們家族內就可以有簡單的交遊活動 大部分的司機都是服務不錯的 然後也是安全性也是會有注意到 就是跟一些聖上朋友組隊 我們自己就有一個小小團隊可以出遊去 車隊的那種七人座或五人座以上 可以放我們的行李 可以放我們代步車或電輪 非常適合 所以這個是太棒了 我真的覺得好像看到救星人 你好我是 我名字叫張鋒根 目前在台灣大車之外台東分公司 目前台灣大車之外擔任專案的主任 身上朋友真的需要大家一起去關懷 我在教育時期這一塊 我都會請他們 就是一樣堅守一個同理型的原則 那身上朋友他們有的需求都是特別的 他們都會提早預約 所以我希望司機大哥也能養成他們 也守時的部分 就我的經驗像 不管是上車下車點 其實要找一個安全的上下車點不易 知名景點其實可以設置 設置比較好的一個安全上下車的位置會比較好 那這個就要靠政府去做一個規劃 那在預約上面的話就是他的時間可能就是 如果時段被約走 也許我們就沒有機會再約到 那只是想說沒關係 我們只要確定去有車 回來一定有車這樣就好了 看政府有沒有辦法可以補貼他們 因為他們服務一趟我們時間會比一般的民眾還要久一點 所以他們其實也蠻辛苦的 還有些還說他們要提早到 怕他遲到之類的 要跟司機聯絡這一方面沒有辦法用文字敘述 也不太能夠直接即時的通話 所以我覺得這一點如果能夠改進 我覺得會至少分數到八九十分 我覺得這個APP是真的讓我們看到一個未來 我相信我們台灣如果有這種往這一方面走下去 感覺上我們是除了人權進步之外 我們才是真正列入先進國家的行列 iJ送服務很好 很方便 謝謝iJ送這個系統 我覺得iJ送應該會越來越好 我也很期待說我們台中是能夠打造一個無障礙的環境 對這些生障者更友善 謝謝 愛愛接種 依捷是無用計程車 台中是不愛 子中是無障礙的環境 我們 oats不愛 我們歸過 收到兩次在五次的經濟 來自從前都幸福地 我們先哨訪 戶 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